一款新的相机想快速完成设备的操控入门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相机按钮的使用上 一定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相机参数的设置上 因为所有的相机按钮都是服务参数设置使用的 先把这个视频看完 掌握新手入门必学的六个参数 你的入门也能够事半功倍 第一个参数是相机档位的选择 转动模式转盘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档位 手动档 F档快门优先档 A档光圈优先档 P档程序自动曝光档 傻瓜档Auto档 相机档位选择不一样 曝光三压素里面允许摄影师设置的类型就不一样 比如说M档曝光三压素都可以手动控制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参数控制照片的曝光 快门速度越慢 照片亮度越亮 快门速度越快 照片的亮度越暗 光圈细数数值越高 照片越暗 数值越低 照片越亮 感光度数值越高 照片越亮 数值越低 照片越暗 同时曝光三压素还会影响到照片的每一种成像效果 其他的四个档位 S档 A档 P档 Auto档 都是有相机帮你控制照片亮度的 比如说S档 快门又先自动曝光档 手动设置快门速度 照片亮度不会变 因为这个时候是有相机帮你自动控制曝光 其他档位也是一样 光圈优先A档 设置光圈值 照片的亮度不会变 亮度由相机帮你控制 相机的档位怎么选 新手可以参照这张表完成选择 第二个要掌握的参数是快门速度参数 也就是你在相机取景器下方看到左下角的这个参数 快门速度 转动相机的波轮就可以设置快门速度值 几百分之一秒 几千分之一秒 就是高速快门 几分之一秒 或者几秒就是慢速快门 那什么时候要用到高速快门 什么时候使用慢速快门呢 记住一个准则 快门速度决定了你的照片顺时凝固效果 快门速度越快 照片的顺时凝固效果越好 快门速度越慢 就能够把物体的移动过程记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拍摄的是高速运动的物体 想要定格它的运动瞬间 那么就使用高速快门 如果你想要记录物体移动的轨迹过程 就使用慢速快门 更多的参数新手可以把这张图保存下来 第三个要掌握的是光圈细数F值 也就是我们在相机取景界面底部看到 带有F大写字母的这个参数光圈细数F值 波动相机快门前面的这一个前波轮 就可以设置光圈细数F值 这个参数控制的是你的照片的背景虚化程度 F值的数值越低 背景的虚化效果越强烈 F值的数值越高 照片的背景也会变得很清晰 比如说F2.8就是大光圈 拍出来照片景深就比较浅 只有前面的物体清晰 背景是模糊的 但如果我们把F值设置到比较高 F18就是小光圈 拍出来照片景深就很深 背景也是清晰的 新手不熟练可以参照这张表 快速完成光圈细数的设置 第四个要掌握的参数是这一个 ISO感光度参数 这一个参数控制的是 你的相机胶片对光的放大程度 点击ISO按钮 转动这个波轮 就可以设置感光度的数值 数值越高 底片对光的敏感程度就越高 照片的亮度被放大的就越多 照片越亮 数值越低 底片对光的敏感度放大比例就越小 照片的亮度就越暗 同时感光度的参数还会影响到你的照片 噪点数量 感光度数值越高 噪点越多 画质越不好 感光度数值越低 照片的噪点越低 画质越好 但是新手也千万不要去害怕使用高感光度来进行拍摄 因为我们后期也可以做降噪处理 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的相机是全画幅的设备 那么在100到6000色感光度都可以用 这个范围内的画质都不会太差 如果你的相机是半画幅的设备 控制在100到3200的感光度 画质也不会太差 第五个参数要了解的是相机的对焦模式参数 如果你的相机是索尼的相机 点击C3按钮 或者点击Fn按钮 找到这个对焦模式参数 就可以设置相机的对焦模式 如果你的相机是佳能相机 你需要在镜头上找到这一个装置 控制相机的对焦模式 AF对应的是自动对焦模式 MF对应的是手动对焦 自动对焦模式下 每次半块门相机会马上把 焦点的位置的物体变清晰 表示对焦成功 如果是选择了手动对焦模式 我们就需要手动旋转镜头上的对焦环 使得物体变清晰 那什么时候使用手动对焦 什么时候使用自动对焦呢 静止的画面选择AF-S自动对焦 运动的画面选择AF-C连续四幅自动对焦 自动对焦对比上的物体 再使用手动对焦 比如说你要拍摄纯色的物体 天空对比上焦 就使用手动对焦 或者你使用微距镜头比较难对焦 就选择手动对焦 第六个要掌握的是对焦区域模式参数 这个参数控制的是你的取景屏幕中 这个对焦框的大小 设置方法点击索尼相机的Fn按钮 找到对焦区域这个参数 里面有非常多的选项 从上往下 对焦框的大小越来越小 广域指的是整一个画面都是它的对焦框 区域对应的是一个大一点的框 点M对应的是一个小框 移动这个摇杆 就可以控制你的对焦框的位置 对焦框的作用是框定画面中的焦点位置 你把它移到这个物体上面去 这个物体就是焦点 半块门它就会变清晰 移到后面 后面的物体就是焦点的位置 半块门 相机就会让后面的物体成为主体 让它变清晰